说新闻 看门道 深度解析新闻 挑战事件真相 请听POP 撞新闻 天下边早 欢迎收听POP撞新闻 我是黄青龙 今天节目一开始 先跟您做一个澄清 上个礼拜 我们节目上有引用 在社群平台流传的一段讯息 那么说 新冠病毒不是活体 只要靠几种方法 像用肥皂洗手等等 就可以简单的防范 而且提到说 那么这个治疗 这个预防的方法 是由美国John Hopkins的 一个医生 叫Arena Ken 所提出来的 但是现在证实 这个不是一个事实 那这是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查核之后 那么发现John Hopkins 已经发布声明澄清 并没有发布这个消息 也非常感谢 在节目上礼拜播出之后 听众朋友有来信来指证 那今天我特别在节目上 跟大家再重新的来澄清 上个礼拜 我们节目上讲了说 根据John Hopkins大学 一个医生 所提供的一个 有关新冠病毒的一个解读 那么这个讯息是错误的 请大家就不要引用了 好这个疫情今天 今天全台湾124万剂的AZ疫苗 开始要全国施打 那我们过去还没有过这么大量的一个疫苗的施打 所以这里头也可以看得出来 各个县市的状况都不太一样 现在看起来 其他的县市包括台中高雄新北 地方的行政效能应该来讲说 这种运作起来都非常的正常 像台中高雄他们昨天开始用一种 叫做鱼美丁式的这种接种法 鱼美丁听起来像是日本的一个接种的方式 可能是一个医生叫鱼 宇宙的鱼 美丽的美 西门丁的丁 那他这个注射方法有什么不一样呢 就是说我们过去的注射方法 是医护人员 那么站在那个原地 然后要打针的人排队一个一个一个这样子 但是鱼美丁的做法相反的 他是医护动人不动 就是说是要打针的人 大家都先坐在一排 那可能事先会有人去告诉你 你要先做好哪一些准备 然后医生他是用一个滑轮的椅子 医生也不是 他是做一个滑轮的接种椅 然后就这个接种椅 大概就顺着你排队的这个人潮 就排过来 那就有点像 这个想起来有点像游戏 但是是真的 是真的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他过去的那段经过的地方 就打一针打一针打一针 像你各位想象那个画面 一个滑轮车滑过去 就这样子 所以他的效率居然可以是 刚才讲的正常那种 是这个衣服不动人动的 可以达到十倍的效率 这是一个很新鲜的一个情况 也挺有意思的 但是也有一个状态 就是疫苗的效率 会不会能不能够抵挡 这个新的最新出来的 叫做Delta 就是印度的变种病毒 那么今天联合报二头版 就是要质疑这个问题 主要是现在讲到说英国 英国他们已经有超过六成打了疫苗 而且将近五成已经打完两剂 那么但是过去一个月 英格兰地区有42人 死于Delta变种病毒 其中有差不多将近30%的人 是打完两剂的疫苗 而英国打疫苗的人当中 有七成都是打AZ疫苗 所以有人担心说 会不会是AZ疫苗 对最新的这个印度变种 Delta的变种的防护力 不行 当然新闻里头并没有提出 这个确证的说真的不行 因为现在为止 只有有人看到的是 初步的对英国变种的 对印度原来的初级的变种的疫苗 包括辉瑞都有不错的 但是现在新的这个Delta 这个新的Delta这个东西 到底哪一种疫苗有用 其实根本没有答案 所以这个坦白说 我们这个烦恼也没有用 因为根本目前都没有答案的情况 你怎么去了解说Delta一定不行 灰热一定行 这也没有办法 倒是这个Delta的变种 那么现在有人预估 美国可能会成为美国 七月份的这个疫情大爆发 的一个源头 那当然这个话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就表示说 那是专家预判 这个美国的辉瑞跟莫德纳 都没有办法抵挡这个Delta 所以才需要去担心美国 可能七月份会大爆发 那所以如果 那如果这样把美英两边的讯息 合起来看的话 那你只能讲说 这个变种病毒Delta太厉害了 现有的疫苗恐怕都没办法抵挡它 所以联合报今天的新闻 只做英国 而没有提到专家对美国的预测 这个很明显 是对这个AZ疫苗 是有一个成见的 那这是一个部分 那么另外一个部分 就讲到国产疫苗 国产疫苗在上个礼拜 已经解盲 但是解盲之后 对于曾经引起一番风波的 中央医院院院士陈培哲 那么她的看法是 她特别提到说 蔡总统讲国产疫苗 那么的EUA 就紧急使用授权 那么是要依据国际科学标准 来审查的 然后她说又讲到说 但是食药署 在这个11号就蔡总统宣示的前一天 也就是高端解盲的同一天 已经公布说 国产新冠疫苗的 这个紧急使用授权的审查标准 是要让两家国产疫苗厂 能够用这个免疫桥接的方式 来取代三起临床试验 那这个成为一种叫做 授予EUA的台湾标准 但是卫副部长陈时中自己也说 她说用免疫桥接来作为替代三起临床 这个世界上还没有案例 她也承认 所以她说这是一个新的例证 好 所以陈培泽就在质问说 那请问蔡总统 你讲的国际科学标准 你是指台湾的这个新创的这一个 还是说真的就是一个国际标准 那么国际标准呢 讲的就是说第三起临床试验之后 要做其中分析 证明有效性跟安全性 才能够给予这个EUA 她在质问 好那现在呢 大家看到了一个新的讯息 就是说可能这个 传出来美国 可能会拒绝受理新冠疫苗的紧急使用授权 因为之前美国已经给了好几个疫苗 那么现在意思是说后面的疫苗将不会给 不会再给这样的EUA 那因此这样呢 外国外界就担忧我们国产疫苗可能的前景 因为之前我们这边有一个说法是说也要同步的 那么除了也订定一个台湾标准之外 要同步的送到美国的FDA跟欧洲的EMA 这些机构来审查 那如果美国真的是已经要停止受理这个新疫苗的EUA的话 那国产疫苗会不会碰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好陈时中已经讲了说 国产疫苗到时候要透过大规模的三期临床实验 争取国际认同 好所以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觉得之前的争论 包括陈培哲的这个院士的争论 现在看起来这样就 应该就已经有一个解答了 好这个解答的意思就是说 那么国产疫苗的临床实验资料呢 在送到食药署的同时 也同步送到国际去审查核准 刚前面讲到美国FDA 欧洲的EMA这些机构来审查 那么如果在FDA也核准 那当然也是符合国际标准 这也可以接受 因为我们的第二期的这个样本数 是要比一般正常样本数 增加了好几倍 那这个是不是可以存为一种 所谓的免于这个桥接的 这样子的一个免疫桥接来 作为替代三期 那么这个如果也能到国际的认同的话 这当然是可以 但是如果不行的话 那么你就只能 从此继续做三期的一个实验 这是一个从来讲到三期的一个实验 那么这个想象也是现在在野党诉求的了 所以国民党主席江启臣 那么他已经特别表明说 他愿意做国产疫苗三期实验的测试者 就是说他愿意去施打 那么国民党立委林维州 他也呼应了 那当然了这个话是有那么一点味道 是说质疑 可能我们的政府就不做三期 可能是这个原因 那么这是一个 我们要来理解的一个情况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欢迎回到pop壮新闻 刚刚讲到说 这个现在国产疫苗高端联雅 那么到底要不要做三期的这个测试 试验 那现在似乎变成一种政治话题 所以国民党主席江启臣说 他愿意做国产疫苗三期的测试者 但民进党就批评 说这个这是在做秀 没有意义 那其实如果卫福部已经表明 说为了让我们的国产疫苗 能够在国际上能够得到认可 那么还是要拼三期的一个实验的话 那么如果这样子的话 让这些政治人物率先来做测试者 这没有什么不好 其实不只是应该要做测试 比如说我们的副总统陈建仁 他已经做了第二期的测试者 我觉得如果 如果现在真的是要用 这个所谓的免疫这个桥接 来替代三期的临床实验 或者像陈培泽讲的 那么一边送食药署去审查 一边送到美国的FDA 那同时还继续做三期的话 也就是说用所谓的免疫桥接 是针对目前的特别紧急需要的 那这个为了建立大家 对国产疫苗的信心 我是强烈的主张 蔡总统应该率先施打 蔡总统应该率领总统府的 一群高层的官员 那么当然这个有一些名嘴 先造谣说蔡总统已经先打了 辉瑞疫苗 这个我也不相信 那总统府也澄清了 那但是呢 这个时候如果你要让大家 对国产疫苗有信心的话 那么我认为在如果食药署 是用EUA之后通过的话 那么真的要在7月份的时候开始 国产疫苗的一个大量的开始施打 蔡总统跟一批政府重要的高官 一定要站出来到第一线 那么你们先为民表率 先来进行施打 告诉大家说这个疫苗 有效无害 不会有任何的副作用 这个要比任何的第几期的 这个实验可能都更加的有效了 这是一个看法 好那另外陈时中 那么也上个礼拜也谈到说 他说经过这一段时间的交涉 那么上海复兴 他们确实有这个BNT的代理权 那说指挥中心尊重商业行为 但是希望不要干扰台湾购买疫苗 我去看到这一段话了之后 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想起了 一件往事 就是当年阿扁搞了个外交迷航 这个弄得鼻青脸肿的 事后我当时在中国时报当总编辑 事后跟他身边的幕僚 像马永诚在约喝咖啡聊天 那我就笑着说 我说你们怎么会 你们不都说你们很重视 中国时报的社论吗 我们社论经常在写说 台湾的国际处境 有很特殊 很困难 所以怎么样哪些要去急避凶等等 你们干嘛还去做这个东西 撞了鼻青脸肿 马永诚当时跟我讲了一句话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他讲的话当然代表是阿扁当时的一种心态 他说不去世怎么知道呢 不去世怎么知道 意思就是说说台湾没有国际空间 那么民进党当时就不信 不信说台湾没有国际空间 就非要去闯不可 那因为这样子 所以把像我们中国时报的社论 联合报的社论 这些比较偏蓝的媒体的社论 都当做是这是你政党的一种 或者背景的这样的一个设想 都不把他放在不认为说 他们是真的在讲问题 就是不见黄河心不死 就那个意思 陈时中今天讲说 经过这段时间的交涉 他确认上海复兴确实有代理权 这个话都讲了多久了 不是好几个礼拜吗 都讲过了 讲了半天那怎么样是 最后是因为郭董要买这个疫苗 然后中间有很多的沟通 你终于弄懂了 这个学习成本还挺高的 我不是讲吗 如果去年底 东洋就来跟台湾当时买了 这个BNT的疫苗 如果当时就已经能够谈定的话 那么现在我们这些状况都可以避免 当然唯一可能会耽误到的是国产疫苗 会稍微延迟 我再深强调 我是支持国产疫苗的政策 但是的确不能为了要这个政策 而让我们的人命代价付出这么的高 因为你支持国产疫苗目的是为了救人命 你不能说我来牺牲几百条人命来换的国产疫苗 因此前面的这些言误学习都是可以原谅的 这不能用这样的角度来做一个兑换 好 然后这个时候还要国安单位 还要丢出来来讲说 这个复兴其实都是配合中共在操弄一中 说什么不管官方民间 你要买疫苗都得经过我 经过是因为人家去年三月 就投入到BNT的BioNTech疫苗研发 他投入了那么多钱八千万美金 所以他取得了代理权 辉瑞就是这样才拿到美国的代理权 对不对 拿到美国跟东南亚这些国家的 辉瑞投入钱当然更高了 就是商业上的一个情况 好像就是反正心里头一定有很多 不晓得在想什么 那就大家一般政权理解的 那他就是没有办法理解 非要到这个时候还跟你讲 我终于弄懂了 好了 这个复兴确实有代理权 这是他今天告诉我们的 好 另外一个就好心肝的这件事 这件事肺肺痒痒的 其实我上礼拜已经有讲过了 其实你用猎物的方式追杀这些人 是没有什么道理的 因为这里头有一个原因 是因为他们是为了市政府要求 他们赶快消化疫苗 那么而且要他们当天就打完 零零非常快的过来 所以他们才赶快通知一些 平常跟这个好心肝诊所 比较有来往的一些志工也好 或者是所谓的相关人等 好 那现在陆续公布名单 其中一个是我们媒体界的前辈 就是前资历晚报的董事长 这个吴峰山 那他在昨天也在联合报 写了一篇文章 他说我为许金川辩护 说应发奖状却打屁股 好 那重点当然就有一段话 是提到说这个 他否认说这个被通知去打疫苗 那么是因为他说基金负责人 基金会负责人对所内所外 人人志工心存感恩 那么因为市政府要求 一千剂当天要打完 所以呢把他们找来打疫苗 他说施以受接任何疑 这是所有心态正常的人 都会做的事体 这跟所谓特权风马牛不相干 他认为所谓的特权是掌握政治权利的人 恶用权利来谋取特惠 没有政治权利的人哪来的特权特惠 那么这是他的一个说法 当然大家接不接受 这可以由您个人来判断 不过吴峰山董事长有几段话 我倒觉得他讲得很说到心坎里头去的 那这边来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 比如说他认为至少有三件事情 在这段时间以来 人民是对的政府是错的 哪三件呢 第一个是说他说我们曾经援助日本海啸大灾 曾经援助对岸的汶川振灾 也曾经支援美国口罩 他说基于大家好来好去 日本美国回报疫苗还有中国要回报疫苗都应该乐意接受 那么在当中 在我们去刻意的去区隔 这是政治凌驾防御 是做官的人采取和人民不同的考量 我想这个话的意思大概就是说 你美国日本的疫苗的捐赠我们都可以接受 那么中国还不是捐赠 中国是用买的 而且要买的是他代理 他授权代理国际的BNT的疫苗 我们对这个都还卡卡卡 这个很显然感受政府的考虑跟民间的这种观感 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是一个部分 那么另外他也提到 就对柯文哲 他认为说柯文哲市长明明是他自己搞乱的防疫作业 那么结果去甩锅来向人民团体来罚款 这里面就包括说减调 减调这个市政府要开罚好心肝两百万 减调找人去问话 这是典型的官府蛮行 以公权力来欺压善良人民 这一波其实也让你看到柯文哲 这个政治的这种甩锅 那么实在是很厉害 其实我刚才没讲到像现在AZ疫苗全国施打 那么现在看起来 其他县市都已经准备就绪的 不分蓝绿的都一样 就台北市天天哇哇哇一张嘴巴 就只会讲 只会讲 然后出了事情 像其实讲坦白说 这个好心肝疫苗的这个风波 难道不是你市政府吗 难道不是你柯文哲那张大嘴巴吗 你天天在那边这个打嘴炮 对中央这个说三道四 说疫苗分配都不够 结果讲完才发现 给你的疫苗还有很多 你根本没有用完 怎么办呢 要不要康的 好就赶快卫生局就交代 城市长之命 就赶快把疫苗分给各局处 要他们赶快各个诊所赶快打完 不就是这样造成的吗 有多少的疫苗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真是乱七八糟的 好除了这个以外 我想昨天另外一个话题 就是说台南市长 这个黄伟哲 那么在他的账号 在总统的脸书上 留下了一个众叛亲离 保持距离的这样的留言 那这个就引起有人说 这个市长吃到了诚实豆沙包 那后来他的小编赶快集散 黄伟哲说是小编弄错了 但是很多人可能不是这样看 很多人认为黄伟哲留这个 众叛亲离 众子的众应该是刻意的 这多少少搞不好是他妹妹 这个黄另外一位名嘴 给他的一个意见也说不定 好但是呢也的确 这一波我们看到了 所谓的绿色认知战 坦白说他已经使得让全民都非常的愤怒 也就是说你以这个疫情防疫为主 但是已经走岔了 把所有对疫密防疫的一些建议都列污出来 都把它当作是这个中共的认知战 那么这个用这样的方式来做宣传 那现在看起来已经倒过来 你已经被挟持 而且最主要是引起社会更广泛的一个愤怒跟不满 好我们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之后 今天要诚心 欢迎回到POP状新闻 今天我们要跟淡江大学讲座教授陈一新老师来连线 陈老师早 请多好早 各位听众早 好这个陈老师我们看到 七大工业国集团G7 他们在13号发表了一个峰会公报 第一次在公报当中提到 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 而且也点名要中国大陆尊重新疆的人权 允许香港的高度自治 避免任何可能使东海或南海不稳定的片面的行动 那除此之外 在这个G7当中也提出来 有一个新的全球基础设施计划 叫重建美好未来 那么被外界认为 这是一个要针对中国大陆一带一路的一个抗衡 好这个几个面向来看 中国大陆没有在G7的会议当中 似乎变成一个最重要的缺席者 那这当中到底要怎么来看 这一次的公报当中的一个情况 拜登所谓的合纵连横的策略真的凑效了吗 我想拜登确实花了不少时间去经营 跟欧盟北约的关系 但是一种不足的是 你可以从这次公报 还有他们的前面几项文件 这个包括跟英国首相签署的一个新大西洋宣章 另外跟这个欧盟国家呢 其这种国家签订了一个 就是Build Back Better World B3 World 三个B嘛 B3 World 另外一个就是签订一个 成立一个防疫监控中心 还有一个包括成立一个防疫的 这个一个生产疫苗的 研发疫苗的一个中心 那么这几个呢 都是目标来讲 都是反中 这个新大西洋宣章来看呢 它是有这个反中的意涵 就是要面对美国 面对呢 这个一美两国要共同面对 未来的所有挑战 包括来自中国和俄罗斯 那么但是大西洋宣章在1941年8月 由丘吉尔首相跟美国总统罗斯部签订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美国是英国是实力雄厚 英国是日不落国 美国则是崛起的一个超级强国 快要崛起的超级强国 那么已经确定了这个德国日本的 他们已经晓得他们是迟早会败亡的 然后呢 另外呢 那时候他们两国已经开始规划战后的 世界 就是有一个雏形的概念 然后建立这个Britainwood system 森林 Britainwood的森林体系 另外还有这个 一个这个是建立W 建立World Bank 另外还有这个 国际货币基金 甚至联合国 这些都是他们规划的一些项目 确定 但这次呢 也看到他们除了对疫情控制 还有点把握之外的 对于未来的这个民主的这个自由的国家 对抗独裁的国家呢 是不是能够战胜 还没有很大的把握 事实上呢 从他们的这个声明中也看出来 这个欧洲国家并没有那么齐心齐意 虽然很勉强的在这个联合公报里面提到了 要警告中国呢 不要在这个台湾啦 香港啦等等地方呢 老师 但是双方呢 在这个美国跟欧洲国家呢 在新疆的这个问题上面 还是出现了一些这个暗格 并没有那么的很妥善 而且呢 毕竟呢 这个欧跟欧盟国家或者G7国家签订的东西呢 这个是一个比较楼性的一个议题 因为呢 虽然是以中国为对象 但是呢 欧盟国家对中国呢 变场莫及 根本是基本上拍拍不上用场 但是到时呢 拜登跟北约领袖见面的时候呢 北约大多数国家 并不想跟中国为敌 所以说这里面可以看出来 当北约要跟美国谈这个对付中国的时候 那是实质上的问题了 那已经不是一个空口做白话的一个问题 所以换言之就是说 在G7跟北约 这个美国跟他们的会议上 出现的开始有 比如说台海的安全和平的重要 这是不是 这个话 我说这个出现这样的一个声明 这是新的啦 过去从来没有 但是呢 也就是一个原则性的陈述啦 原则性的一个 等于是一个呼吁的 基本上呢 不会付诸 不会就付诸实现的 也就是说 台湾又是 它欧盟国家也不太 那背后原因就牵涉到整个欧洲 特别这里面 我觉得最重要 大概是德国 法国跟这个意大利 德意大利是一带一路的最大的受惠者 对 德国呢跟也是主力 主张呢跟这个中国签继续维持他们的中欧 中欧的全面投资协议 对 法国呢 认为自己的要有自己的战略 不要完全被美国签的鼻子走 对 他也说 所以他们当然是有实力 而且也有能力 去这个应对中国的挑战 所以他们不见得完全要依靠美国 所以这里面主要还是因为地缘 就是说因为欧洲觉得 俄罗斯跟他们的关系更迫切 对他们对俄罗斯的办法 想法国就强调 欧洲要讨论的是如何对付俄罗斯 而不是对付中国 所以这是 所以这个是我们得理解 所以在看到这个G7的声明的时候 我们要了解 有这样一个状况 好那第二个问题就讲到说 当然在这一次的会议上 也特别强调 要捐这个疫苗 要帮助全世界发展中国家 来能够实现这个免疫 但当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谈到对于病毒 远起的一个研究的追溯 的调查 那么声明当中 公报写进去的 说要进行第二阶段的 这个议员 远起的议员的调查 这研究要及时透明 由专家主导 那么调查的地点 包括中国等等 那我们当然知道 今年的一月的时候 世界卫生组织 那么跟中国政府 两边合作 已经去进行了一次的调查 但是后来三月份发表的报告 那么基本上并没有得到 大家各种比较 所有相对说都认可的一个报告了 好很有意思 这个大家都认为 他非常亲中的 世卫秘书长谭德赛 他在12号开机者会也强调说 他认为有必要进行第二阶段的一个调查 而且他还批评说 上一次的调查 中国并没有充分合作 透明度也不够 数据取得困难 尤其是原始数据 完全拿不到等等 好那么这一波 如果从病毒的追究来说 一直有人认为说 这会是成为一个新的笼罩 在中国头上的一个乌云 这个事情来讲 从G7的发展 你认为美国的这个企图有达到吗 我认为美国就是只是在初步上面达到一个共同要抑制中国 甚至调查中国病毒的来源 这样的一个做法看起来是美国在领导了 实际上欧洲国家不见得都齐心齐力 更重要的是中国不见得会配合 即使谭德赛秘书长表示认为中国也需要配合 但实际上中国配合主动权在超支在中国 不在谭德赛 谭德赛也是感受了压力 因为美国跟G7呢 他们准备成立一个这个防疫的监控中心 还有防疫的生产及研发的中心 那这个将来这个中心假如规模越来越大 那世界卫生主持的地位就遥遥欲坠了 所以说这个一个是这方面来自这方面的压力 另外一方面呢 中国这个跟世界卫生主持合作的一个第一次的调查报告 并没有得到很多人的支持 所以参赛也觉得责任重大 也需要讲一些场面话 但实际上呢 真正主导的可能还是中国自己 他假如不愿意配合的话 没有人能够强迫中国 而且场地是在中国 这个就是一个问题 进行调查 而且没有联合国的授权 中国也不会让你的随便进行 对 现在当然我看到一些也很有意思 因为包括海外媒体 在讲到说 有中国最高级的叛逃者 拿出了证据 什么姓孟的将军 什么等等 这姑且不论 但从中国的角度来说 第一个 我觉得那天 布林肯跟杨洁篪的电话当中 有一段话他讲得很对 他是说你这个病毒的缘起 如果不查清楚 你没有办法摆脱 接下来再一次发生的可能性 也就是说 他才会讲会有COVID-26 COVID-32 现在是19嘛 对不对 这是一个 第二个他是说 这样的问题 你查清楚 对中国也有好处 对他讲是这样讲 但是中国一旦承担下来责任 下面面临的就是法律责任 还有被党责任 对 好 那除非 除非中国 不我就说 那中国自己有没有把握说 不会是自己的实验室泄露出来 除非他自己没办法把握啊 有没有把握 你查不出来也没有 这样子 就算是有 他更要隐瞒真相 所以我认为中国 他不会把这个真相暴露 暴露他就要面对 后面一连串的问题 他的这个 索赔啊什么等等 中国的这个威靡也开始扫地 那么这个面临法律问题 究责问题 甚至还要这个赔偿 严重的赔偿问题 这个问题是不得不考量 那可是他不配合调查 那就让人家永远戴这个帽子来质疑你 这样也不好啊 没有办法 这个很简单 中国就是不接受 这就跟新加坡航空公司 在台湾 桃园机场出的问题 他绝不承认说误 因为承认说误后面一连串问题 中间要归自己来解决 保险费也提高了 保险费 然后呢 你的责任问题 你的这个 新加坡的航空公司不出事的 给你台湾一搞 变成出事 所以他 跟你讲 他根本 你这个比喻很能懂啊 但是比喻完全不一样 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 美国决定不会说财政错误 所以他sorry是sorry 但是没有说apologize 绝不承认说 是认真的道歉 认真的道歉 就负责后面的一连串问题了 对 所以这个 那真的当然了 也有一说了 是因为冲着 今年是中共建党100年 明年中共20大 所以习近平需要有内部的维稳 当然这个是另外一个两面刃 如果他有内部维稳的需要的时候 他对应对这种挑战 他是会更坦诚 还是会更紧绷 更高压 我的看法是 决定是更紧绷 而且绝不承认错误 假如说是 有个别的个案 认为中国需要做某些小额赔偿 他可能会答应 但不会整体道歉 因为呢 全界也可能出现在别的地方 甚至这个COVID-19 2019年年底 在中国冒出来之后呢 在别的地方 可能半年前 一年前 也在别的地方出现过 类似的这个案例 那这个就可以中国 就可以卸责了 不过你知道 最近很有意思 就是自从习近平讲到说 这个大外宣要调整 变成可爱可信 那个中国的 驻意大利大使馆 上个礼拜 就公布了一个微信 那么提到说 因为中国一些自媒体 讲说 意大利领导人 半年前已经承认说 这个新冠疫情 在武汉之前的半年 在意大利已经流行 结果中国租赛大使馆 特别讲说 这些自媒体报道 这个东西不是事实啊 没有这回事 很有意思啊 因为之前啊 他们都讲说 国外已经很早就有 引述这个 结果现在是中国的 大使馆 在他的微信上 来反驳说 没有这回事 那他就是准备了 接受部分的事实 但是不会全部 全面道歉 他们好像前面临的问题太大了 中国为了这个建党一百年 他不可能这样 2021年 1921年 中间隔了一百年 这个在这个一百年的时候 承认错误 不单对习近平这个难堪 对整个中国 也是一大 齐齐大陆啊 但是 有意而放出去 那更糟糕 所以这就是一个两难啊 你说因为你一直 就像你刚刚说的 怎么可以承认啊 承认的话没完没了 而且不得了啊 这个无法收拾了啊 可是你越是不承认 然后美国为首这样子 美国他也要选举啊 他明年选举 我估计两党 如果这个事情没有一个突破 最后两党一定继续打这个议题啊 那就是也是不依不饶啦 也是继续纠缠下去啊 那这就是这样子 那就是中美用这样的方式 来继续的博弈了哦 对 这个我想这个问题会继续纠缠 就跟那个扎管事件 到现在也没有真正的答案 南斯拉夫的那个 对南斯拉夫 1999年扎管事件 到现在美国并没有完全道歉 新加坡也不会说 因为在台湾出了一个飞机 这个撞撞的事 就在机场上面 滑行跑道撞的事件 就承认全面错误 那这些事情都是 不仅牵涉到国家颜面 也牵涉到这个 这两件你刚讲 新加坡那个都还比较个别啦 这个病毒的可怕是 全世界各国都受害啊 这是更可怕的地方 中国自己也是受害者 所以说他就可以 这一点就可以证明 假如我放了 我干嘛要让中国受害呢 对 这个是一个有趣的话题 我们休息一下 对 POP壮新闻 欢迎回到POP壮新闻 刚刚前面讲到 我们今天开始 这个AZ疫苗的施打 有一种方式的接种法 叫于美丁 那这日本的一个 我刚讲到说 可能是个医生的名字 有听众朋友 立刻来更正说 他是个地名 那也讲到说 他那个是医护 医护这个动 然后病人不动 病人排成一整排 医生就过来 这样打下去 所以效率比较快 做个小更正 好 这个陈老师 我们继续的讨论 拜登的欧洲行 那么他在连续三天的 G7的会议之后 然后北约的会议 然后接下来 就是要美国跟欧盟的 一个峰会 最重要是16号 要在日内瓦 跟普丁的一个会面 那大家认为说 拜登的欧洲行 是峰会连连 任务多重 那么既跟盟友要合纵 也要跟对手连横 其实最后最后一个原因 就是要集中力量 来对付中国大陆 那么两个问题 来跟你请教 第一个是 他说美国回来了 美国真的回来了吗 第二个问题是 他的联合各方 要来集中力量 对付中国大陆 目前来看的话 除了16号的 这个跟普丁的会面 我们现在还没办法做预测 到目前为止 你觉得他跟整个英国 欧盟或者他传统的 这些盟友 这样的一个 重新的凝聚的状况怎么样 第一个我认为 美国回来 他是到英国的 康沃尔郡的一个 英国新南方 卡比斯湾的 这个提出来的 美国是不是回来 他还有带证明 因为这样子想想话 不见得回来 怎样的话 奥巴马总统也讲过 在亚洲 美国回到亚洲了 结果亚洲也没有完全回来 都说全世界 我们从这次 他有一个B3 World B3 World 这个Build Back Better World 这个一个计划来看 就是主要是对付一带一路 但是它可能面临那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资金筹缩的问题 美国将来是 大多数的资金都来自美国呢 还是要请欧盟国家来帮忙 这个就是个问题了 这次你看欧盟 虽然他们勉强同意呢 就是要对这个全世界90个全国 在三个月内提供的 这个10万剂的疫苗 11剂 这个是被人家批评为 小家的疫苗不够 全世界9月份 10万 10亿剂怎么够呢 11剂是不够的 那么德国后来 虽然加 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准备 自己就提供7万剂 再加上美国的5万剂 也不过12万 12亿剂 所以说也是不够的 那么这是一个小家的 犀利的表现 那将来筹缩资金 更是面临各国的财政问题 欧盟愿不愿意接受 这样一个分配 一个负担 很大的一个负担 我认为是超过马歇尔计划 所以将来资金筹缩 决定是大问题 这次很多人 以为拜登提出了一个 重建更美好的世界 一定会是一个 大家有个美梦 有梦相随 但是问题是 梅克尔忍忍的回答说 现在才是谈到原则性问题 现在资金筹缩的问题 才是重头戏 那么第二个我们也看到 美国是否会犯下 同样的说 拜登在推崇B3 World 这个时候 特别强调的 比一带一路的更好 更完善 更结实扎实的 这样一个基础建设 要知道 因为中国大陆开始 也是雄精勃勃 在很多国家 设立很多高铁 但在沿线的一带一路 国家里面 很多国家 没这个钱去指引 马来西亚就率先退出 不完了 论赔杀出 然后中国说的 说好说的 勉强接受一部分 那么可见的 很多国家 对于那么高品质的高铁 是抱的 虽然希望有 但是却押不起 也赔不起 因为将来乘客也没那么多 你想看那些国家 中亚西亚的国家 能够有火车 坐得不错 他们还期待 那么高品质的高铁的 能够有 不坐在车顶上 就非常高兴 所以这些都是 有些不限时机 美国未来 是不是也会犯 这些不限时机的说 其实那么好 高品质的基础建设 但是却没有国家 能够愿意投资 或者既是有融资 有贷款的服务 那么是不是能够让这些国家 有利可图 光是慈善事业 是做不完这么大的事情 所以等于说 因为中国 它是一个单一的党国体制 它就决定了 它的总体量 也许没有美欧加起来大 可是美欧内部是分歧的 分歧的 所以差别在这里 我们要直接点破的话 这两边要做对垒的话 因为我看那个资料 好像一带一路 到现在为止投入的资金 大概有四兆美元的 差不多有四兆美元 对 那现在的拜登 那么的计划 到2040年 好像要达到40兆美元 就你刚讲 钱从哪里来 这的确 而且要怎么分配 这还是一个问题 然后还有一点 其实大陆 现在在一带一路 最近都不太在宣扬 一个很大的原因 也是因为 他们无力承受之外 而且他本身 他根本没有想要自己分摊 他就把它当作 不是你要扩充吗 他们希望大家来投资 来一个贷款 透过这个 可以说是五个金砖 金砖 对啊 那一样 还有一些亚投行 那你发达国家 你现在来的话 而且到时候 他把你当圣诞老公公 一定会这样的想法 好我们时间到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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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te